你现在收听的是快乐人播放的节目 我是阿佩 今天我们在这个空中 要为我们听众朋友来介绍这部电影 这部电影 阿佩看了非常非常感动 我相信我们听众朋友 应该这么听阿佩介绍电影 为什么今天一定要在这个空中 让大家来了解的 我们先邀请今天的特别来宾 就是周美玲导演 导演你好 阿佩台长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电影导演周美玲 是我们要介绍 我们要介绍 我们要介绍 中期五号 都是说这部电影阿佩看过 因为我是我们媒体的 这个视音会的时候我去看 我看了非常感动 然后也流下了眼泪 真的喔 对 原来这是绿岛 里面有一条铁啦 他算是力度为他在淡水的水丸 所以所有的人不管是土民或是说军灵的那些水上方 都要去淡水洗衫洗蜜都在那个铁子 但是罗马糕现在有15号 15号这是什么意思呢 如果说去当时 他就五康年的时尽 很多水上方都让军军的力度 他离开了力度出学了 对 他会发现说奇怪 我的军军的地址 有的让军军十多年 有的军军五两年三四年都有 出来后更发现自己的户籍 地址 怎会被军军了 所以他会去查 原来他们在失踪的那段时间 失踪去力度的那段时间 他们的军军 变成罗马糕15号 所以说罗马糕15号 就是所有水上方 力度的水上方 一个共同的荷叠 所在地 所以就因为 他把这些思想犯 抓去绿岛军的时候 还主动把他们的户籍改掉 对啊 对啊 就是 你就没有自由 你要担心 你看 那时候 他们把军军军军的水上方 差不多有两三千人 那么多 所以他们共同有一个阶 叫做 罗马糕 罗马糕 OK好 所以呢 我们刚才在这个 寛寛的开工的过程里面 罗马糕 欸 我先补充一下 其实他说那个糕 真正有罗马 就是那种 罗马 罗马 一种 骨头的鱼 对 说吃饱 所以他都叫罗马糕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由来 我们刚好跟导演 阿佩在跟导演开工的过程 大概大家听得出来 他这部电影主要的 描述的就是 我们刚才说的 1950年的时候 关于思想犯 攸关的这个故事 内容吗 没不对 而且 跟我们过期所看的 影评 还是说我们看的 历史比较不一样 1995年 主要是说 女子 女子 女子的孙胸凡的故事 是一群女性思想犯的故事 是是是是 所以我们其实主要 切入点是以女性为主 为什么呢 因为思想犯 我们也知道有男生有女生 但是一般我们 偏偏了解 尤其是台面上的政治人物 大概以男性为主 女性也有 不是没有 对啊我们这次 等下来切入点 为什么要以女性为主 因为 你看70年前 差不多 很多年轻人的阿公阿嬷 那个时代 那个时代的流行 是很这样 说起自己的故事 是怎样 因为那个时代流行 都会不被鼓励 要述说自己的想法 因为怎么说 那当时是女子无才编织的 然后最好不要出去抛头露脸 更何况你有自己的想法 这个那个时代 不是被鼓励的事 不允许的啦 所以 那当时 本期力度的思想犯 差不多都是学生孩子嘛 高中生 台学生很多 他们是台湾教授 受过高中教育的一些 一段十五个孩子 所以他们本来 带领台湾的流行 可以散布抹款 可以 可以帮台湾的女前推进一步 但是 我当然因为他们 突然找到 军军去力度 是 所以 这段十五个孩子 逢军军的时候很年轻 有的十七八回 有的十九回 二十回 所以 他们 给他们的 家修 家修都说 这段故事 大家不要说去 因为你阿爸出来 要再嫁人 要再嫁人 是是是是 所以 在 那个保守的年代 所以 十五个孩子 我 要再嫁人 要再嫁人 那些 要再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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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很多人 很多人 很多人 都没想要说去 那些过去 所以 六八九十五号 本来是一本主 是曹清荣老师 下的一本 口述历史 他彩虹六的阿嬷 但是 我说 你是怎么彩虹六的 其他的 他说 大部分的人 都没想要说去 他的故事 尤其是流星 都觉得过去 不要再说 因为 他们在年轻的时候 在年轻的时候 出门界面 你说 你是做什么 不好的事情 怎样 去到 所以 根本就不爱说 不爱说 但是 男性的政治犯司想犯 他们更敢说 他们 纵男轻女的 社会气氛 这是 可是 是 传统的一个观念 还有一个 就是说 有什么 六的阿嬷 也有一些 其实在那个时候 就 枪绝 对 对 没想到 也没想到 对 OK 当初怎么会想要拍这部片呢 一开始是 六树 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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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他在政治圈的 那个影响力还是很大 他的政治资源人脉还是非常非常的丰沛 从这次电影的行销操作上 我就看出来他的实力是非常丰厚 但是他确实在逐年 逐年一吹我的时候 他说明明导演 我们来做一出电影 然后他想要打台湾一百年的故事 就是说他说 他是这样讲 他说我就是要打台湾四百年的故事 但是我要集中火力在台湾最近这一百年 台湾怎么走向民主这整个过程 他要打这一百年的一些故事 他想要为罗马九十五号 这本主义开始改变开始做起 他问我说我刚有时间我有兴趣吗 我就说我是有兴趣 因为流行的地材 我当时都在做流行的电影 又是输相反的故事 我觉得这很有趣 但是问题是 你真的真的要拿出政策吗 哈哈哈哈 你是要问这个吗 这一定要问的啊 因为我们不是说打电影 为了要博物选举嘛 我们没有这个意思嘛 电影就是电影 电影是要跟大众沟通 说力素 说文化 所以你那时候的考量是说 我自己打了 你用这个来算计了 对对对 所以要先问我清楚 那种政策要改做电影 他要做一个专心 做一个专业的电影 我感觉很好 他的理想 他要打台湾一百年的故事 这个理想我也感动到 是 所以我们来开始找英文的时候 所以英文也会偷偷跟他问 但是我们的出品人 我们的出品人 他的名字太大了 姚文字大家 我们对他打电影 这样感好感受到 我们会把他贴标签 还会说我们是不是要 为了选举来博物 我说我对姚文字了解 他真是有理想 所以 最没有他做的事情是对的 我们是认真面对历史 根据力数来改变这个电影 然后我们要讲好一个故事 尽管我们做的事情没不对 我们其他人不要太多 然后我们就勇往直前 我啊 连于涵 余佩珍 这几个知名的演员 我们就一起努力往前冲 这是当初怎么选角 我觉得角色选得很好 他们演得好 因为我一开始的时候 就是看到这些演员 我第一个想法 我怎么会找这些演员 那慢慢看的时候 我说哇这演员显得太好了 是 就是你会觉得每一个演员 他的角色是非常融入那样的一个 对 所以当初选角有挑很久吗 当然挑很久啊 因为你人物设定了 你就要找针对这个人物设定 去找符合的人嘛 对 譬如说 余佩珍 她余佩珍在戏里面 余佩珍 我稍微介绍一下 我们算出来第一个演员是一个演员17岁的女高中生 她因为很喜欢画画 在学校有这些画海报就让他抓去 说是怎样 因为他画海报 政府说他委会选团 因为他是学生会干部 学生会长因为被控诉说是飞碟 所以他这些学生会干部全部都拿着去 他就觉得很莫名其妙 因为我只是爱画度啊 我什么委会选团 她就觉得很奇怪 好 那我们需要一个清澈灵透的眼睛 一个有灵气的女孩来演这个角色 所以我就找到前年拿到金曲奖 前年拿到金曲奖的一个女歌手 叫做余佩珍 她也很会演气 我就问你会怕吗 你要来试试 她说怕什么 这是历史呢 我看这这基本这就是历史啊 这是怎么不敢拨 所以应该是说你们当时就是先看试嘛 因为我们是针对老师的这个试 然后确定要拍之后 我们已经把它写成一个剧本了 写成一个剧本了 所以我们在找演员是他们看的 直接就是剧本不是书 是剧本 他们直接看剧本 因为演员一定都会看剧本 剧本他喜欢他只会演 然后第二个就是演一个马街的护士 徐立文 徐立文他来头也不小 他虽然不是一个很很知名的演员 可是其实他去年拿过金钟奖 是以金钟奖最佳编剧 这个身份去拿到金钟奖 好那第三个最后进来的演员是最有名的连于涵 连于涵就是演查金那个女主角 连于涵 连于涵一门 他就说他常常在演历史 历史角色 历史女子 他可以从这些角色里面获得很多台湾的历史知识 所以他非常喜欢读历史 所以他也很乐于来参与这次的演出 OK 所以这个选角的过程应该没有太辛苦了 因为应该是说你们在看完剧本就是 角色设定好之后去邀请 然后他们也觉得这个 是 真有意义啦 就来演了 所以是从去年开始吗 因为我知道 因为我有看过影片 我相信我们乡亲 你如果进到西约 应该会看到跟我一模一样吧 一模一样的版本 我们在这个剧情结束之后 我们有后面都一群人 那都很久了 就好多人的名字 抱歉 那个肉卡就是片尾字幕太长 可是我忘了 因为你如果没看 你就可以离开了啦 像我我一定要把这个看 因为我会觉得 就是 就是到底 因为他代表幕后所有 资助这部影片 收尾人有付出的嘛 对不对 那所以我就把整个 把它看完这样 那对 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名字 你知道这些名字有多少人吗 嗯 六千个 六千 你们整个都打起来 对啊 他们是嫁妇这次电影的人 所以 你不把他们的名字 留在电影上 这样怎么会 怎么好意思 对啊 一定要 对啊 所以就是因为 我们这部片要打这些 我们还要去筹钱哦 说花八千万不是 八千多万 我知道姚文字在打的时候 我们在 去年 去年十月十一月 在历土打的时候 在历土做开事的啦 我們可以順利撒青 撒青就是打平打得結束 再來要爭執 要後製 要做特效 要配音 配額 後面還有很多工作 後面要錢就不夠了 而且現在要上戲院也是要選團 這都要花錢 所以他就發起一個群募 群眾募資 看像玩意來譬如說 贊助 一半是贊助 一半是先預購 預購電影票 譬如說你贊助一千塊 你可以拿到兩張的電影票 而且還可以拿到一些紀念品 譬如說明信片 而且你的大名可以放在電影的後面 其實現在要選舉 就有點像是那種選舉的募款 他不只是買一些競選小物 其實你頂尾其實是給他鼓勵 就是說讓這一部戲可以順利有資金 所以找到六千個人 當然每個人的金額不等 就是有六千的人這麼熱心來協助這部影片 我們說一部電影可以完成 尤其是感動人性 但是他過程跟導演還有演員功力很重要 但是這過程資金也是 你真心也要打拼 打到負債 對啊對啊 所以打電影 好的 朋友們 我們也是因為有這些人 讓我們可以順利 他是在十月二十八盒就已經上映了 十月二十八盒 所以之後大概都戲院 你可以上網去看一下嗎 我看我們那個介紹 全台灣很多戲院都有 是 全台灣有將近一百家的戲院 但是呢 現在這個時間 你看那電影 就是你上網去查 現在有哪些電影上映 有很多的好萊塢大片 所以就是要拜託各位聽眾朋友 請你飽了時間 兩早去看 羅馬九十五號 兩早去看 如果沒有兩早去看 戲院他會把電影的場次 越減越久 把時間拔給那些好萊塢大片 是 是 是 因為他們覺得做那個 那個美國片比較好談 但是台灣的電影 尤其那是台灣的故事 我覺得是大家 大家去看 對啊 我在空中真的 跟聽眾朋友來講一下 就是因為今天要問導演 那電影公司問 欸那需不需要 提供票啦 證票啦 送我還可以 我說不用不用 我已經按這個假日要帶小朋友去看 我已經看過了 那我在看後 我就決定 我一定要帶家人 進戲院去看 第一 支持國片啦 那再來就是說他的這個過程 因為我很怕我不小心劇透 你知道嗎 但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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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甚至都覺得 我甚至都覺得 愛讓我們的這個國小的孩子 就未來啦 我們夠了不 因為你不要把它當作一個商業電影 你把它當作在那個年代的一段歷史 我們其實沒有很浮誇 對不對 我們不是 因為我們有些電影 他為了介紹那時候的一些歷史 他會把一些有趣的劇情 不符合時事耶 自己在裡面有穿越的啦 那有些包裝靈異的啦 我們不是耶 沒有 但這寫實 我們就是一個很寫實 很人文 很溫柔的一部電影 聽說你們那時候你也很考究 查了很多文獻 哦 我們號稱哦 論文九十五號號稱 根據史實改編 我們所謂的根據史實 講究到什麼程度 我估計呢 等一下一開始 我們就聽到一個廣播的聲音 那個聲音是什麼聲音呢 在我讀史料的過程裡面 我找到一份很珍貴的資料 它是1953年的時候 蔣經國去綠島 哦 視察這些思想犯的時候 他對這些思想犯演講的稿子 哦 可是那聲音檔 沒有聲音檔 沒有聲音檔 我看到 對 他的演講稿 文字稿 所以我們就想說 如果蔣經國的這個 對綠島的演講稿 演講的聲音 透過廣播放送出來 然後配著綠島當時的風聲 海浪聲 還有燕子洞裡面 被行求的聲音聲 這些聲音 瀰漫在整個綠島 那這個當作電影的開場 好像還不錯 我可以交代出那個時代 很容易我們就進去那個歷史時空 但問題是這個聲音要怎麼來 對啊 因為大家還有印象 蔣經國的聲音 那個浙江 鄉音很重 聽都聽都沒有 可是大家對他的聲音是有印象的 所以我想說我也不能夠隨便找一個演員來演 配音員來配 所以我們就用聲音AI 聲音AI 我們透過有流傳下來 蔣經國的聲音 然後再用AI 把它合出來 沒錯 沒錯 大數據的學習 它會自動演化跟生成一個結果出來 所以我們給他學習那個蔣經國過去的演講的聲音 文告的聲音 然後他就會自己去判讀照著這個稿子 音波音頻 音色 然後再照這個稿子把它唸出來 對對對 然後就有一個很模擬蔣經國當時的聲音 很像的聲音出來 這樣我們就很容易回到那個歷史時空 對沒錯 然後這個又是有考據的 因為那個演講稿是真的 他的特別是蔣經國的 他在戲裡面的任何內容 我們都不敢隨便捏照 是是是 因為我們要根據史實 然後所以你去考就 就會發現 我們真的都做到 做到這些 然後更不要說服裝啊道具 有老照片可以參考的 一定都是不馬虎的 而且 發聲聲音啦 是 你們弄了很多那種 譬如說日語台語就算了 還有很多外甥 我們以前聽到老婆爹的聲 現在小孩子怎麼知道 現在小孩子不知道 但是我看了我就 很親切 對那個農民老伯伯 就是 就是這種發 就是這種聲音 是 南腔北調 對 南腔北調 你們當初也是很認真在做這一塊的 是 所以我們請了十幾個香音老師 就是 譬如說像蔣經國的香音 浙江香音很重 然後我們在裡面還分配 裡面的軍官 或者是被抓的這些政治犯思想犯裡面 也都給他們分配了 他們有的是廣東人 有的是 四川 有的是山東 什麼什麼都有 像林余涵飾演的 就是一個山東流亡女學生 所以他就會講山東話 然後這種南腔北調 譬如說那時 在綠島它是個監獄嘛 它被規定不能講方言 你任何地方的方言都不行 所以可是大家國語又都不好 所以是帶著各自的香音 一起來講這個所謂當時的光話國語 所以就會那種南腔北調的聲音就會出來 那對我們這個年紀來說 就是小時候的印象非常有親切感 那也是那時候的的時代感 就是透過這種方式來呈現 你若是六年級 因為我六年級 我覺得六年級 七年級可能沒有感觸那麼深 你五年級的 我六年級在往上的年紀 我覺得你坐在那裡 你就會說 就是這個聲音 然後你就會覺得對 你們考究到這種程度 所以我覺得這一部 它算紀錄片嗎 它不算對不對 它是劇情片 而且就是戲劇上 它的時代背景都是根據史實 它歷史事件都是史實 就綠島的反抗運動 那些都是史實 只有角色 我們三個女主角 那個角色是虛擬的 那它也不那麼完全虛擬 它是綜合了原著書裡面的幾個 阿嬤的特色 然後加以綜合 再重新揉出一個新的角色 一方面我們這麼做是 要避免觀眾對號入座 你別說這個角色就是摸一個阿嬤 這樣 比較不好 比較不好 是是是是 那為什麼我會問這個 我們看一些比較歷史片 而且是根據史實考究 你就會覺得比較悶 阿嬤 很好看 很好看 對啊 所以它就是一個好看的故事 我就很怕 大家說聽到 白色恐怖 沉重的歷史 對 是不是行求很可怕 是是 我不敢看 因為其實很多人問我說 那跟返鄉 因為返鄉那時候也是 它主要的內容 它雖然有穿雜靈異在裡面 但是它主要還是想要訴求的是 就是說在那個年代啦 你思想啦 不對啦 還是話說不對話啦 甚至有時候就是 旁邊要幫你創空 你可能就馬上 就沉默啦 對不對 所以我想說 會不會像那個那麼沉重 就是我們撇開靈異的部分 會不會那麼沉重 結果不會 因為這是一部女性的電影 女性的角度出發講 她們自己貼身的故事 你會看到她們去挑水 你看她們在讀書 你看她們一起洗澡 你看到她就是一個女子宿舍的故事 你可以輕鬆一點這樣看待 只是說 為什麼她們會來到這個女子宿舍 然後原來她們是被強迫來的 然後這個女子宿舍叫做監獄 就是綠島的監獄 就是這樣 然後你會看到 看到即使經歷這些苦難 這些女孩子都之間互相扶持 心心相惜 然後面對打壓的方式 就是每個人的應對方式不一樣 有的選擇 我要先屈服 有的決定要反抗 可是 你會全部都很心疼她們 因為她們都是善良 是 所以我們這部電影 最主要不要帶給觀眾 什麼樣的意涵 因為我們的詞 思想無罪 是 對 對 信念是最重要的 信念是最重要的 犧牲會帶來力量 犧牲會帶來力量 這個是這部電影要跟我們傳遞的 就是那個年代裡面 台灣舊時代有一群女性知識分子 她們很堅韌 她們 她們傳遞出這樣的訊息跟理念 大家不要覺得說 不用怕贏 這絕對不會是一個 什麼血腥 什麼暴力的電影 都沒有 她很溫柔 你還可以帶你國小的孩子 對 不是因為怕幼稚圈很看不見 只是說 平行觀眾說要最好戴個面紙 或手帕 因為 對 聽說 我聽說最快的 大概開演十分鐘之內 就開始哭了 一直一路哭到最後 而且合家觀賞的 你們好像是特地六家對不對 就是六歲以上 對 保護級 就是六歲以上的小朋友 就可以進來電影院看這部電影 然後 六歲以上當然要最好家長陪同跟解釋 那十二歲以上就是自由入座 是 因為你比較小的可能看不到 我回過都說 像景美人權公園 以後變成把這個電影當配套 就是說你進去看之後 你就是可以順便看電影 哇 這麼好 因為我會覺得你透過這個故事啦 尤其是電影這樣的一個情節 因為它畢竟很寫實嘛 是 我覺得可以更了解那個 那個時代的歷史啦 總比透過書 太生硬了嘛對不對 我們有這個畫面 然後還有音樂 還有劇情 還有美麗的女主角 其實我覺得這個也很適合 對啊 如果放這個其實 小朋友很快就可以了解這段歷史 不過這是未來啦 我們現在要鼓勵大家親信 對不對 對對對 我們已經開始上映了 那我們也很鼓勵 因為我們在介紹這個當下 我相信很多人進去看過 為什麼看過 你有可能是包廠 喔 人包廠 所以現在也很多人跟你們包廠嗎 是 因為 呃 剛剛不是說我們有很多的券募嗎 就是有很多募款支持 幫站支出電量上映的朋友 那他們 呃 我們就會給他們 有就是安排一些院廳 他們這樣做一個包廠的服務 是 就是給 呃 這就是包廠的放映 那所以應該會有一些人受到邀請 你受到誰的邀請呢 就是 那他們可以做 對包廠 然後他就會邀請他的親朋好友一起去 進去看 所以應該已經有一批觀眾已經先看看 有參過了 嗯 可是後面的票房還是要大家幫忙吹解 對啦 第一集是國片啊 再來我覺得這 但只有支持才能夠拍出更好的 對不對 我覺得是支持台灣故事 嗯 台灣好 就是支持台灣人講自己的故事 嗯 因為我們不只講給自己聽 還要講給國際聽 嗯 如果我們這 因為我們這個電影拍的還不錯 嗯 我們也蠻有信心可以推到國際市場上去 嗯 所以 大家不要忘記斐薄 我們 自己的故事也很好看很好聽 嗯 就是可以進來欣賞 是 然後還有一個要強調的 有的人說 欸 因為他剛好在說 政底環 啊有時候就會覺得是不是 跟國民黨對立啦 齁 因為北京在那個年代 齁 始作俑者嘛 對不對 其實是剛好巧合對不對 我們好像是去年開始拍 欸 對 對 我們去年拍 今年後製剪接完 然後接著就安排上映 怎麼會曉得 當然 我說沒有想到說 正好上映的時間 因為我們 我們上戲院的這個檔期 是要跟戲院協商 不是說我們想要什麼時候上 就能什麼時候上的 是戲院給我們什麼檔期 我們才能夠上 嗯 所以10月28號這個檔期 的確是跟戲院協調出來的 嗯 然後 大家就說 問你們為什麼要偏偏在選舉之前上 對不起 這個不是我們 單方面想要選舉前上 就選舉前上 而且我們電影是電影 一點都沒有想要替選舉服務 是 我好像一開始 我們剛才說的 姚文智在找我的時候 我們會先問他說 你這個 這個不是為了未來的選舉鋪路 絕對沒有 他真的是退出政壇 一樣的這部電影 也沒有要替任何人助選的意思 他就是希望台灣的民眾 可以來看台灣自己的故事 看台灣自己的歷史 就這樣 對就這麼的簡單 所以不要過度的聯想 OK 所以我們還是要呼籲 可以的話 我們鄉親 因為我老公 是不是等那個下線之後 不是電視就會播了嗎 後面那個電影台 我說買了 拜託的 支持一下我們台灣的電影 而且在電影院看 那聲光效 兩代票兩百多 我看你們還有團購票 我覺得買這個就會很方便 那你買了這個團購票之後呢 全台灣只要有在上映的都可以兌換 對不對 台灣的民主得來不易 是因為有錢人的犧牲奉獻 我們只有現在的民主 但是咧 我們是我們的口頭禪 還是看一些資料 比如說曾經訪問過姚家文院長 他們也曾經是那段時間 那些小孩這樣 對但是你感覺好像就是靠自己想像 可是你今天不需要靠自己想像 除非你親身經歷 不然就是靠自己想像 今天不需要 我們應該畫面呈現了 是 那你透過畫面的那個震撼感 我覺得我覺得 我們一個台灣人都應該要進到戲院去看 對 那個震撼真的是沒有辦法訴說的 是 因為他就活生生的那麼大的畫面 就在你的眼前 演給你看 是 就是感同身受那個生歷其境是很棒 是 所以最後導演要跟我們聽朋友補充 10月28號開始 流麻溝15號 這部台灣的電影已經在全國各地上映了 離島也有 宜蘭 花蓮 各個縣市全部都有 那請大家趕快就近挑離你最近的戲院 進來看這部電影 然後希望 經由你的觀看 我們可以把台灣的故事 台灣的歷史可以繼續流傳下去 因為 真的 在目前我們既有的教育體系裡面 這些故事還是沒有被述說 可是我們為什麼 不知道這些故事 我們一定要先把自己的故事搞清楚 我們才能夠知道自己是誰 是 所以請大家 進來戲院看 流麻溝15號 而且導演剛剛講的一個很重點 我們現在一定要開始看 因為這個戲院才不會把我們的 往後排 或者是往冷門時段排 這個是值得去專台灣人 如果沒有我們讓好萊塢電影全部都淹沒了 對 然後我稍微小小劇透一下 這部電影 一開始看 其實就是開始流眼淚 因為就是那個過程 你會覺得怎麼會這樣 怎麼會這樣對不對 然後 在這個 主角 或者是其他配角這些 你陷入那個情緒裡面 但是看到最後呢 其實我是面帶微笑 我只能講到這個 好 嗯 拜拜 好 謝謝